男人打开老爸留下的遗产 居然是一只冰冻企鹅 怎么还会扭头这么神奇 谁知他转过身 这居然是只真的企鹅 老金小心翼翼爆弃企鹅 他将企鹅放进到满冰块的浴缸里 就急着去上班 结果一不留神撞打放企鹅的箱子 写下父亲一言的信封就这样掉在桌下 谁知老金还没出门多久 企鹅居然会自己打开水龙头 在浴缸里有企鹅有 等到老金回家打开浴室 他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居然还被一只企鹅折磨得够强 他尝试叫来各种动物协会 试图把企鹅领走 但都被一一拒绝 没办法 老金只好先养着一段时间 就是每天睡醒有点折磨人 老金都要发颠了 他把企鹅赶出门外 但企鹅却舍不得离开 他只好拿起水杯洒在地上 再抱起企鹅往水里里扔 拜拜 谁知老金走下楼时 前台爆出企鹅叫住了他 老金不停辩解说这不是自己的 结果前台一条监控 为了不让前台告诉乌业 老金又塞了一大笔风口费给对方 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谁知刚回到家 又送了一箱父亲的遗产过来 打开一看 里面居然有整整五只企鹅 好家伙 老金头都大了 这下家里彻底成了企鹅窝 忽然门铃响起 是前妻带孩子来玩了 儿子见到一屋的企鹅 还以为是老金准备的礼物 他整个人都开心坏了 就连一直关系疏远的女儿 也难得在父母面前露出笑容 孩子们开心地和企鹅玩在一起 这时门铃又响了 是之前联系的动物园找上门了 但现在老金有了企鹅 能够帮助自己拉近子女关系 他不再想将企鹅送走 只好拒绝了动物馆里 遛猫遛狗遛孩子 大家都见过 但有见过遛企鹅的吗 老金每天跟六只企鹅一起睡觉 一起吃饭 还带着企鹅跳广播体操 为了让企鹅能够适应环境 大雪天的老金都要开着窗 使室内气温低到零点 让企鹅们能够住得更加舒服 他还带着企鹅跟孩子出门踢球 虽然企鹅小小一只 但这一身球衣还是不俗的 忽然女儿传来一球 企鹅看到老金倒地 都纷纷学着一块岛 这么可爱的企鹅 我就想问哪里能养 这天老金要去参加公司晚会 便雇了庸人留下来看住企鹅 奇怪的是这群企鹅居然喜欢看着别灵 能够站在看上一整天 谁知老金刚到晚会 庸人就不小心切了节目 企鹅被吓得大声尖叫 庸人也给企鹅吓得撒腿就跑了 结果忘记关门 企鹅们全都逃了出来 他们一步一个脚印走在街上 还很有秩序地排队过斑马线 这群企鹅真的太神了 谁知他们嗅着老金的气味 居然跟到了晚会现场 结果企鹅们不慎撞了头 全都顺着水流滑了下去 一路上还像保龄球一样撞飞了不少人 下周奥运会的短道速滑 没有他们我可不看 他们发现老金后 连忙追了上去 虽然搞砸了晚会 但老金压根就恨不起来 谁叫他们这么可爱呢 没过多久 企鹅还生下了三颗企鹅蛋 其中有两颗蛋顺利孵化 幼小的企鹅破壳而出 老金跟孩子们在旁看着 内心都温暖了不少 可还有一颗蛋迟迟没能孵化 老金也像企鹅父亲一样 每天都守在旁边 加倍地照顾企鹅蛋 老金把家改造成滑雪场 只因他养了六只企鹅 最近还出生了两只新成员 他们每天都在这冰雪世界里 其乐融融地玩耍 眼见还有一颗企鹅蛋 久久没有孵化 老金每晚都睡在 下满大雪的室外 守护着企鹅蛋 他还上网搜索解决办法 盖了个小窝安置企鹅蛋 他甚至念动魔咒 只为盼着第三只小企鹅 能够顺利出事 可最后动物管理员 一番诊断后 判定这只小企鹅无法出事 老金很难过 仿佛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一样 管理员表示 企鹅们住在这种环境 永远都比不上动物园所给的好 毕竟企鹅生病 也会有专人照顾 没有办法 老金只好狠心 让动物园带走企鹅们 而他自己又变回了职场强人 试图用成堆的工作 来避免自己沉浸在过度的难过中 面对儿女的斥责 他根本无济于事 就在这天出门时 老金意外地在桌底下 发现了当初掉落的父亲一言 父亲说企鹅是很聪明的物种 一旦他爱上了你 就永远都会跟定你 并希望老金能够照顾好企鹅们 而这一下 老金必须夺回企鹅 他带着家人来到动物园 可企鹅馆的那几只都不是自己家的 他又找到管理员办公室 却发现自家的企鹅们 被关在小黑屋准备卖出去 老金救出企鹅们 又反手把管理员锁在了黑屋里 他们将身份证反着拿 谎称自己是禽流感防控中心的人 说有南极禽流感正在泄露 让旅客引发慌乱 老金一家一路躲开安保 成功逃了出去 却发现居然还漏了一只企鹅在园里 只见这只企鹅背着滑翔衣 从屋顶一跃而下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会飞的企鹅 最后他成功落进车内 跟着老金一家逃离现场 可还没逃跑多久 管理员又带着警察来 他表示老金从园里抢走了企鹅 企鹅们肯定会选择家人 果不其然 企鹅们纷纷围在老金身边 而警察也因没有证据放过了老金 最后老金一家带着企鹅们 来到南极放生 因为在这里 才有属于企鹅们真正的家 其中一只企鹅念念不舍 老金向他保证 自己以后一定回来看他 毕竟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波普先生的企鹅》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